嗨嗨,我是雪兔 今日,我們要來玩的是寵物模擬器啦 其實說玩嘛也不能說是玩啦 算是要跟大家來去詳談一下 為什麼最近雪兔越來越少玩寵物模擬器了 先來回去城鎮 首先呢,寵物模擬器其實還是跟往常一樣 論它的遊戲性呢,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啦 它依舊呢,還是把這個錢幣打爆了 然後來去抽蛋,來去抽更好的蛋 來去做出更好的寵物 它的本質其實都沒有任何的改變 在前幾次的更新,有做出這些任務系統 我都認為還算蠻不錯的 因為它就是讓玩家更有目的性的再去黏著這款遊戲 我完全都覺得他們更改的方向是還蠻正確的 無論是之後還有水果啊 還是說可能還有其他的 讓你比較容易得到鑽石的手段 亦或者是讓你的合成有比較多樣性 我們的交易系統呢 也變得比較容易去找查我們所想要購買的寵物 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好的 還有我們的價格透明化 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還是這麼少玩寵物模擬器呢 最主要是我覺得這款遊戲有點玩到後面 讓我感受不到我的努力有所收穫了 對 努力有所收穫的概念是什麼 當我在奮力的把這些硬幣打到了之後 兌換寵物升級上去 並且讓人購買 賺到的錢呢 欸就是我們的鑽石 是有它的保值性 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欸現在這個鑽石大概有多少的價錢 就是所謂的價錢是指現實的價錢 可是現在因為鑽石大量發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好好的去關注一下 現在鑽石一踢就幾百塊錢而已 也因為這樣子 現在所有鑽石的價格大量崩盤 那我們的努力不就是沒有太多的用途了嗎 先跟大家講啦 一般來說 鑽石會慢慢的不斷的疊價或是漲價呢 其實就跟我們的改版那些其實有一些些的關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心到 什麼時機點鑽石開始大量崩盤呢 沒錯在我們這個鑽石洞開始的時候 其實鑽石就已經在慢慢的逐漸崩盤當中了 以前啊一踢呢可能還要個幾千塊錢 現在一踢不到幾百塊錢 就是因為鑽石其實太好來去獲得了 鑽石的價值就已經不如以往 那現在儘管一隻在賣一逼 但它的價值就不像是以前是一隻一百塊 而是一隻十塊錢了 還不如把精力放在更有趣的事情上面 而非把所有的 羅伯拉斯都掛在我們的寵物模擬器上 再跟大家小科普一下 當你的幣值往下降的時候 隨之而來就是物價的上升 本來的十塊錢應該是可以買很多東西 但是因為現在十塊錢已經不再是十塊錢了 聽起來很饒舌啊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金磚以前可能是十二B一顆 到現在已經要五十至六十一顆 這就是所謂的通膨的概念啦 除了這個原因呢 還有的就是我們的更新的速度 從一個禮拜一次變成兩個禮拜一次 我是認為這樣子的做法 不會說是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如果還在雪兔當初呢 努力耕耘的那個階段 我會覺得這個算是得正 因為我們可以花更多的時間 來去農物資 來去合成我們的貓咪 不會那麼快在一個禮拜過後 戰力寵就馬上換了一批寵物 我們的寵物的保值性會更久 在市場上面活絡的時間也比較久一點 可是現在就因為有上述這些問題 導致我們真的不想要再花這麼多時間 在這一些任務上面啊 或是硬幣上面啊 我寧可把這一個掛這個壁 或者是打這一些東西的時間呢 來去玩我們的航海防模擬器啊 這是我對於現在這款遊戲的評價啊 這個評價是非常的主觀 我相信當然還是有一些人會蠻喜歡寵物模擬器的 會覺得說這些寵物都非常的可愛 在玩這款遊戲大家的面向各不相同 有些呢是希望在這款遊戲上面發家致富 把它當作賺錢的工具 有些呢純粹是把這個當作一個娛樂 欸覺得這一些寵物非常可愛 這些科基啊 這一些毛毛狗狗啊 好可愛喔 對 也有些人呢是以搜集這些寵物為目標 希望把這些東西都留在自己的身旁 啊我都知道我都知道 大家的目的各不相同 我也不會否定這些玩家們的看法 可是對於雪兔來講 我習慣在做事情會有兩種目的 雪兔在玩寵物模擬器 不僅僅是把它當作拍片的題材 我也是覺得這個遊戲是蠻有趣的 可是另外一個附加價值 就是我知道我在做這些孵蛋啊 以及就是在升級自己的戰力寵啊 是有意義的 但現在我覺得這個意義對我來講 就有點沒這麼的重要了 也許會有人在問雪兔說 啊那雪兔你該不會 接下來就要把自己身上的這些寵物 都拿去賣賣掉了吧 開始像一些玩家一樣 把自己的鑽石開始變現了吧 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大家說 這個時間點可能還沒到來啦 最主要呢是雪兔對於這款遊戲 其實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期待 還有呢 我實在捨不得把這些 從以前到現在辛辛苦苦 所蒐集到的這些 HUGE 給拿去賣掉 每一隻都是有著故事的啊 無論是別人送給我的 還是粉絲贈送的 還是自己買到的打到的抽到的 我都覺得有一點餘心不忍 而對於這款遊戲 因為他真的有任何的錯事嗎 錯就錯在沒有太去抓機器人這件事情 導致於太多人 還有他所推出的這一個鑽石的問題 讓整個幣價下跌 哇就除了這兩件事情啊 以外的我好像 沒辦法太討厭這款遊戲 每一個區域他都是有做好他該要去做的模組 所以說有時候做的太過於倉促 像這個地圖就是 嗯對沒辦法講些什麼 但你看我的太坦是可以坐上去的耶 我是可以跳來跳去的耶 然後我是可以 炫耀給別人看說 欸我有這麼好看的太坦 你有嗎 他都是有這些事情 還能在裡面交個朋友 你看連到這個世界都有人在跟我講雪兔早安 這款遊戲帶給我的回憶以及熱趣實在是太多 以至於讓我真的很難來去割捨這款寵物模擬器 雖然雪兔接下來玩寵物模擬器的時間可能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多 雖然雪兔在玩寵物模擬器所拍的影片不會發的這麼興奮 可是我還是很喜歡他啊 之後的每次更新我依然還是會去關注者 可能就很少會有那種抽蛋的這樣子的企劃出現了啊 就連去打這個戰力蟲呢 我都有一點小小的興趣去缺了 Maybe到哪一次的改版真的讓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時候 我可能會再回來繼續打也說不定 但我依舊還是會默默的關注我們寵物模擬器 雪兔希望大家可以對於現在寵物模擬器的現況呢 留個言讓我知道你們的看法 啊我知道啦 一般的這種叫你們留言你們一定不會乖乖的留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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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貢獻一顆金磚好不好 只要大家呢留下你的帳號以及你對於寵物模擬器現今的看法 還有對於未來的這些想法 看你現在要選擇哪一個當作你的作文的論題啊都行 我就會挑其中一個玩家來贈送一顆金磚送給你們 那倘若你所打的這一串文章呢 我按複製再找查 我可以看到一模一樣的文章的話 那不好意思啊我會重抽 我希望大家的文章都是獨一無二的 無論你是多一個點還是多一個鬥號 多一個五多一個三多一個字也好 我都希望大家的這些留言呢 都是發自於肺腑之言而非這個金磚啦好不好 我只是以一個拋磚引玉的方式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讓我了解到 你們對於寵物模擬器有什麼樣子的看法 當然喔我依舊還是會去玩著其他的系列遊戲 我會想要找尋更好玩的一些伺服器來介紹給大家 拍一些你們所更有趣的那種影片題材啦 那各位觀眾朋友我學兔希望你會喜歡這一次的影片 倘若呢有任何的問題就歡迎在下方留言跟雪兔訂閱雪兔 可以看到更多影片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各位爸爸掰掰 掰掰